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功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功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第一堂课的讲师 大山格林讲师 大家晚安 阿曼 请欢迎看到自己 最近 刚才有朋友在美国 他参加一个台湾人的聚会 里面有一个高砂族的后代 他移民到美国 年轻人 十八岁而已 他念大学 很有名的大学 他们台湾人的聚会 就请小朋友来演讲 演讲的题目是 怎么去找到我的 identity identity这些人知道吗 那就是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五岁座的女儿 已经生到美国人了 结果十七八岁的十五年 演讲的题目 第一个是说 我到底是谁人 他现在在美国 大家都要做美国人 对不对 在美国的人 也在找他到底是谁 你就美国人 那叫做国籍 过去我们对美国人的印象是什么 你对美国人印象是什么 你如果说美国人来了 美国人生的什么样 你会想说一个白人 对不对 漏漏了对不对 白人嘛 你敢不想说一个黑人 站起来 一开始没了 后来讲讲黑人也跑出来 对不对 白人跟黑人 你敢不想说是墨西哥人跑出来 不会了 众多人站起来 是不是 或是说看一个 像Asian face 亚洲人的 或是印度人站起来 说我是美国人 我感觉很奇怪 对不对 我跟你说 现在美国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现在美国人每一种都有 所以1960年代40年代 Portrait就是描述的美国人 是白人 男人 漏漏了 男人 这样对不对 慢慢60年代经过 黑人的权力奋斗 黑人也跑到白人旁边 所以每部戏 超人的节目旁边就好有个黑人 每一部戏 有白人旁边也有黑人 你有感觉很趣吗 好像最近 不光是黑人 白人 还要有亚裔 对不对 现在连中东人的面也跑出来 所以意思是说 美国是很多人种在一起 住在一起的地方 等于这些人住在美国 大家都在 还在找自己是谁 你不要说美国人 我就是美国人 很多美国人也在找他 他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有的人想说 我的祖先是从欧洲来的 现在很多美国的黑人 在找他的根 所以前几年 前几年已经有一部电影叫做ROOT 寻根 他要找他的 ROOT就是什么 你还要寻根的表情是说 你没有认同这块土地嘛 你虽然说你是美国人认同这个国家 但是你没有认同这个土地 再也去寻根嘛 是不是 你本类这些人要寻什么根 你台湾人在寻根寻得对 你的土地在这里寻什么根 美国有一个study 叫American study 大学里面有一个课程 就是什么叫American study 就是说 到底美国是什么问题 他想到要做这种学问 他就是要跟美国人口作为 美国是一个大龙奴 什么人都一只鸟 你怎么让人对这个土地产生 identify这个土地 美国大学开这种课 他们也专门做这研究 研究的结果都是 我怎么样用什么东西 把这些不同种族背景 各个国家来的人 练着会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为了美国这个地方 来打拼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美国研究里面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比较不用研究 你知道什么人吗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住在美国 已经住了几万年 他需要去认同吗 他需要认同是认同美国这个地方 他不需要认同这个土地 土地在那里住在那里 几十万年了 是不是印第安人 是不是逼北人来进京 走到那里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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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搞错了哦 是的 同样 我们比印第安人 在美国的时间要久 是台湾人哦 我们佛摩山住在这个土地 比印第安人住在美国的时间 更加久呢 等一下你听我说 我的土地更加离谱哦 我们是跟土地结合的一种人 叫做佛摩山 福尔摩山人 不是台湾人 台湾人是中国人叫的哦 在中国人叫我们台湾人进行 我们叫做佛摩山哦 福尔摩山人进行 我们没有名字 我们在土地躺在这里 为什么才能有名字 我现在把历史讲得很清楚哦 现在我刚才说 人种对那个地方的认同 他们在要找什么 我到底是谁人啦 你要搞清楚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 你从小到大就想说 爸爸是谁人妈妈的 如果既然奔出去了 还是不知道既然奔出去了 你就想说 我要找我的亲生父母亲 我一定要找到我到底是谁嘛 不然我整齊人是要打拼了什么 对不 你这忙忙碌碌的 假情过日子的过零 你不知道什么人 你会觉得很空虚耶 你的心不知道什么人呢 那种空虚的感觉 没有人可以了解 但是所以你要先知道自己是谁很重要 这个自己是谁 跟有一个东西很关系很大 你看美国的北人 什么人都住在美国对不对 住在土地啊 那为什么呢 就要去找他的认同感呢 就是这个土地 不然跟着火 说土地 我们来说一个东西 英文叫做Territory Can you take over a territory without a fight 你可以获愉愉快 那我们只要是人喔 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嘛 对吧 你不可能住在天空嘛 对吧 你一定住在一个Territory 就是一个土地 人是跟土地合作 我们吃的也是对土地生出来的东西拿来吃 还有天空背来 是飞鸟 但是你不然都吃飞鸟 大部分是土产嘛 飞鸟也要赢下来吃地上的古物 都要挖 什么东西都是透过土地生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土地对人来讲很重要 现在来 你怎么取得一块土地 比如说 这个土地本来不是你的 你要去获取一个土地 怎么得到 有几种方法嘛 第一个用买的嘛 你看多少钱 那个土地是谁人的 我给你买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方法 蛤 用骗的 开墾 开墾也不是你的土地开墾是什么 开墾就变你的 不会啊 土地不会因为 那是人的土地 你把它开墾 就变成你的 就是你检变成你的 蛤 蛤 废地 现在没有废地啊 哪里有废地 以前 以前也没有废地 因为所有土地 都有人在那里 你去 废地就是没人去跟你说 这是谁人的土地 我跟你说 真正的土地 现在世界上人都奔了了 没有所谓的废地 没有所谓的废地 比如说 那时候台湾说 这个废地没人说 好像天皇的 山旁 山旁 那些都有人的 我们想说没人的 需要不是就是没人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去中国 找一个地方 这些人政府会给你 给你投资 会啊 政府就招台说 你在那里开墾 抽税 对吧 你才凶税 还是不用 你自己做 政府会给你投资 政府会给你投资 要税 对不对 你开墾 你占人的土地 政府就说 公告土地 这块是谁人的 有没有人的 没有啊 最后这些土地 是一个国家的 对不对 有没有单独死于人民 没有啊 除非你有这些能力 怕要唱的人 你要打得过啊 你要占这个土地 没有嘛 你在这个领土里面 只要这个领土里面 都是这个国家的领土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你要缴税嘛 你交给政府的 不要是有主人的嘛 不是没人的嘛 你看台湾人有没有缴税 世界上所有的人 你只要做什么事情 都要缴税 对不对 缴税就表示这个地方不是你的 你知道要缴税的人 那是你的 你不用缴税了 这是你的 要缴什么税 政府给你投资 不要缴 不要缴 你缴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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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不严格是一回事 但是是有人的嘛 对不对 先不管严不严格 是不是 你一定要缴税 照法律上来讲 你一定要缴税嘛 缴税 既然你缴税 你缴的对象 就是拥有土地的人嘛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你就要缴税给他 不是政府缴税给你 你就要缴税 他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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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他的领土里面使用 你就要缴税嘛 那就缴税嘛 没人管那是回事喔 但是法律上 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人管的土地啦 你还在跟我扯 我就跟你讲 只要是一个政府在管的土地 没有一个地方 所以政府说这个不是我的 你知道吗 政府只是要不要执行的问题 他要执行的话 你都要缴税 只要的话 所以在哪 比如说 有人跑到日本的海域 那都没人的 什么都没人的 你去捕一个鱼 日本船就给你抓起来 对不对 扣鱼嘛 够一百万 最近不是这样 海顶管是谁人的 就是有人的 你会觉得 我都没看到人的 台湾人 不守法的观点 那很惨 所以以为 先贱就是我贱 中国人贱就逼中国人的 不是 我们开始要建立对法律的观点 下面就叫做法 所以在台湾人去捕鱼 你如果找人家的 日本的几海里经济范围 你就叫他抓去 不然现在南海在争什么 南海在争什么 就要争土地啊 要说那都没人啊 台湾人要慢慢 从部落慢慢要进到 以前在部落的时候 是这样子 没有错啦 部落啦 是搞不清楚状况 来 教华再继续讲 你可以拿到一个 一块土地 不用缴钱了吗 不可能 如果不缴钱 你要就 打一架 换整你的嘛 怕人家对风 并做利益嘛 是不是 要嘛就是用抢的嘛 用武力 英文叫做conquer conquer territory 现在来了 下一句话 Can ROC take over United States occupied territory without fight ROC 是什么 中华民国 对吧 可以 把美国所占领的土地 吃下来吗 然后不用跟他打仗吗 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举一个 夏威夷 中华民国可以把夏威夷拿下来 不需要跟美国打一仗 土地就拿下来 可不可以 不可以嘛 对不对 台湾这个土地是美国占下来的 ROC 可以把它拿下来 不用跟他打一架嘛 知道吗 然后 Can China take over US occupied territory without fight 中国 你现在ROC 等于中国的话 对吧 由中国来也没有做嘛 中华民国 是不是从中国来的一个政权 就是啊 就等于中国嘛 对吧 中国可以拿到 美国所占领的土地 不需要打架吗 一定要嘛 不然就要买 美国没要买 所以你只要打一仗嘛 打一仗 决定这个地方是谁的 对吧 来 再来 Can Chinese Taipei take over US occupied territory Formosa跟Pescatores The Great Japan Empire without a fight 中华台北 可以 拿下 美国所占领的土地 什么土地呢 就是 大日本帝国的 福尔摩沙 跟澎湖 不用打一仗嘛 这太奇怪了齁 初级班 我只是给你一个概念 台湾这个土地有什么人 我问你们 台湾这块土地 住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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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看看 有什么人 原住民 还有什么人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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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什么叫台湾人 在这出生的台湾人 白人在这里出生也变台湾人 对吧 是不是这样 那些菲律賓人在这里出生 後代的费用 在这又像生鸭也变台湾人 是不是这样 对哦 你一君子誰? 來來,先不要,今天是我講課 聽我道道的說 還有什麼?有人說有客人是不是? 有人說有客人嗎?沒有客人嗎? 有說中酒、中酒,有嗎? 有說這種人嗎? 中酒,有嗎?有這種人嗎? 我告訴你,這種公法都是中國人騙的 聽我道道的告訴你 台灣這個土地一樣有兩種人 兩種人而已,哪兩種人? 台灣這塊土地喔 之前那個都是假的喔 台灣這個土地只有兩種人,什麼人? 高莎 不對,誰說高莎 台灣土地只有兩個人 尖娘請 阿卡比尖娘請 這兩種人而已 台灣這個土地只有兩種人而已 這兩種人而已 你講的是 學統 那是另外一個人 我現在講是戰爭法來定義 兩千人而已 想說尖娘和比尖娘 什麼叫尖娘,什麼叫比尖娘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比尖娘請 一定是本地住的地方 對吧? 尖娘請 一定是本地不是住的地方 由於家族走一個人 叫尖娘請 對吧? 我尖你的房子 你本地住的地方我幫你尖 所以我本來是家族的人 不是賣給你尖娘請 那叫尖娘請 比尖娘本地住的地方 這個定義拿出來後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尖娘請 有 比尖娘請 有一天 可以說尖娘請 不可能 本來就住的地方 變成尖娘請 有可能嗎? 不可能 對不對? 尖娘請 還有一天 會變成尖娘請 也不可能 你本來就外地來的地方 哪有可能變成尖娘請 除非你 回去你的地方 別人跟你尖 你那時候就變成尖娘請 這個名詞的定義很清楚 英文叫做 occupied territory the civilian 一個叫occupier 占領者 這個觀念是什麼 什麼時候會產生 佔領者 跟被佔領者 一定是戰爭嘛 因為有戰爭的產生 一方被怎麼樣 制服 被康克 被征服之後 征服者跑進他 原來住的地方 就變成佔領者 對不對? 被佔領者 輸掉了 人給你尖 你就被尖娘請 一定要有戰爭發生 對不對? 一定有一個強勢的力量進來 你才會有兩個角色 你才會跑出來 對不對? 我們知道 這個很合理 我請問一下 在法律上有沒有規定說 你跟佔領者 可以佔領者嗎? 你佔領一個地方 通常人家是越佔越久 越好 對不對? 好不容易我給你打他 給你花那麼多錢 去戰爭 收台 給你佔領者 敢說佔兩天就要走 沒有 一定想辦法給你吃 佔領者 對不對? 那叫佔領者 所以國際法沒有規定說 你佔領一個地方要佔多久 沒有規定 也沒有資料給你規定 這叫佔領者 有看到的照片嗎? 我現在 挖的這隻刀 是一個 白人 以前歐洲人跑到非洲 會比非洲的圖形 被它藏起來 整個非洲都歐洲的人 被它藏起來 對不對? 譬如說殖民地 殖民地 我們剛才說一個兩個角色 請問我們台灣人 是什麼人 是占領者 還是比占領者 我們是比占領者 你怎麼知道你是比占領者 我先問一下 給誰占領 我們台灣人 給誰占領 中國人占領 對 正確 為什麼會比中國人占領 我們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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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給中國人 不是 輸給美國人 結果是中國人來的 所以這個中國人 就不是直接佔領者 有一個名詞給他 叫做什麼 代理佔領者 代理的 真的 我們本來是日本人 阿公阿嬤那台是日本人 這輸打仗輸了以後 中國人走進來 代替美國人 是美國人打敗大日本帝國 代替美國人走來台灣 跟你占 這樣知道 我們現在去用占領 之後 那一隻比較難過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怎麼樣 我要了解占領者要什麼 我們就要抓他的心 就知道這樣 可以保護我們的權利 不然隨著人吞頭 人給你求什麼 你都不知道 怎麼保護 透過法律 我們都要拜法律 比如說國際上 針對於佔領被佔領的關係 有沒有規範 對不對 比如說你如果佔領人家土地 你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國際上有規定 比如說你跟人佔領之後 不可以叫人去做兵 你知道嗎 中國人跟台灣人佔領之後 不可以叫台灣人去做中國人兵 你不可以善樂他效忠對象 你叫人佔領不可以做兵 國際法庭規定 你跟人佔領後 不可以改變別人的技研 OK 你跟人佔領後 不可以改變人家 本來在那裡 行之有年的制度和政策 你跟人佔領後 不可以改變人家的國籍 這是起碼 我現在說的有比較早 但是你初級班學良概念 我先丟給你們 你摸聽就好了 因為有點難 一個叫做初級班學良 一個叫做占領不移轉主權 第二個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一個是什麼 剛才說說說兩個 還記得嗎 一個是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這是什麼 占領不移轉主權 占領不移轉主權 那個主權不會變成別人的 這是後來 後拿破人時代變成這樣子 來 我們就要研究說 占領者他要什麼 通常他占領一個地方 他要的是他土地 他希望他的資源 希望他的人民 對不對 你跟人佔 你佔一個土地後 他要盡量用他的土地 主權盡量把你拿起來 人民 他要做努力 對不對 他要幫你照顧 起碼的要求給你 就好了 對不對 現在目的來 現在越來越久 我剛才有說過 還有一個 管理 我佔一個地方 我就來管 我要花力氣對不對 比如說 我如果是大大大 我很好去 我去買一間公司 買起來之後 本來的員工 叫我自己管 很累 對不對 我已經請了一個 經理替我管 沒有錯 我一定找經理替我管 我如果真的有錢的人 我不會自己下去 很辛苦 我一定找經理 那就是代理者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代理佔領者 剛才我說的 現在沒有期限 但是有這個東西有期限 我問你 代理佔領有沒有期限 如果換成代理的話 有沒有期限 為什麼應該是有 我想做行李 好 如果我請一個經理 替我做行李 要做得很好 怎麼會有期限 說我兩天就會叫你走 沒有啊 做那好 繼續做下去 對不對 做到你死為死 你那厲害 你替我賺錢 我希望你一直永遠做下去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也沒有時間限制 但是它有條件限制 對不對 什麼條件限制 你這經理做不好 我叫你走 那不是時間的問題 這是條件 你做不好 有幾項條件 會讓這個經理走人 第一個 堅守自盜 我賺10塊 你給我補2塊而已 你村的八個放在那裡 你就要走 對不對 我董事長 我叫你總經理離開 你叫我頭錢 對不對 第二樣的情況 我會叫總經理走 他欺負我的工人 陳天給你孤獨 我工人是總經理 董事長叫他這樣做 對不對 我的名字是屁派技 我也叫你走人 對不對 第三個是什麼 你根本要把整個公司吃起來 他想整間公司都吃下來 那一定要走 對不對 我把這個故事套回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代替美國來佔領台灣 剛才說的那三行做得到 那三行 欺負台灣人 對不對 第二 美國補什麼 實際上 你看 買武器 用台灣人錢去買武器 對不對 第三個是什麼 要把整個台灣吃起來 最近馬英九不是去宣示主權嗎 到南沙群島去宣示主權 不要講 這主管是中華民國的 你說這是我宣稱什麼 是不是 所以這個總經理三行做得到 所以這時間到了 這集中華民國的 代理佔領者要離開了 它的條件符合了 OK 有人等我 初級班要講 有關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不好意思 那是中國人的事情 跟台灣人不關 所以我今天 點到就好了 來回到這個 我們從最基本起碼台灣人 都沒有的觀念開始講起 所有的人類在六萬年前 不要講六萬 幾十萬年來以來都是這種樣子 什麼樣子 部落形式 部落你知道什麼 部落是什麼 原住民有部落 其實世界各個地方都有部落 部落就是說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喝水的地方 還是種種種種的地方 很多家庭 共同會就變成部落 英文叫做tribe t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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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部落啦 部落跟部落之間 修圍到的會怎樣 部落跟部落 因為不同部落嘛 如果修圍到的會怎樣 會做幾件事情 修鎖 修台 那是一項 還有一項是什麼 共同會變更大 就沒有人敢自己祈福了 對不對 兩種情況嘛 一個是修台 那修台 通常都把對方都殺光嘛 對不對 如果修圍就越來越大 沒人敢把你祈福 所以這個情況 在人類歷史上就一直發生 因為部落越結越高 越結越大 後來變成什麼 王國 KINGDOM 王國又不夠大 又結越結越大 變成NATION 變成國家 所以以前早期 歐洲啦 日本那些都是不同的 部落 大型的 小王國 修圍 像普魯斯王國 後來變成德意志 共和國 對不對 還不夠大 譬如說 UNITED KINGDOM 大英國協 好多個小國家一起合作 還不夠大 聯合國 對不對 越來越大 就沒有人敢去 他們就制定自己的遊戲規則 別人不敢欺負 他們的成員嘛 你知道嗎 這是形式 但是修臺跟小部落臺 通常是把對方殺光 想怎樣就要殺光 過去我說這個 很多台下學都說 大戰老師你亂說 現在怎麼有人這樣 台法呢 結果有嗎 有啊 四年前我講 最近一兩年 IS是不是就這樣殺光 斬首行動 把人家頭砍下來 讓你看到不知道人 對不對 現在在發生的 到今天為止 人類執行還是這樣子 把人殺光 把部落整個種族滅掉 對不對 就這個啊 但是喔 種族要顧起來這樣不對 為什麼不對 欸 我土地變大了 我只會跌 土地變大 可是我人變少了 這樣不對吧 所以我會做什麼事情 來 下一步就對了 這是叫做部落戰爭 叫做Tribal Warfare 欸 這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戰爭以後 我只把對方比較厲害 比較有來的年輕人 男生排掉 那村子老若父母老來 老來做什麼 做羅勒啊 每天就是什麼 辛谷工作 然後吃飯 睡覺 唱歌跳舞 買東東 做羅勒啊 我們隔壁就是一個 資源回收城啊 不是 這個人我叫什麼 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是幾年前 我Coin New Term 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說收本手的人 我是說人好像本手一樣 本來要被丟掉 Discard 叫做回來再使用 還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我想像無頭人 我想像無頭人 它本來有頭 什麼頭 校長 好校長的以前的部落 對不對 現在竟然 堪叫起來之後 就不知道要校長誰了 竟然給另外一個部落使用 每天就是這樣 禁酒嘛 嬌水嘛 就是這樣嘛 那代表的香港就是這樣子 中國輸給大英帝國 就把香港給他 對不對 英國人進來就弄一個制度 讓香港人玩的 每天就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買通通嘛 所以都沒慣嘛 他們活得很高興嘛 時間到嬌水 總督嬌水 就叫英國女王嘛 你知道嗎 那就是資源回收成嘛 那裡的人都沒頭 所以97之前 中國要收回來對不對 那裡的人就跑了 中國來了就落後了 快跑 所以比較好 比較有能力都跑嘛 移民到加拿大啦 紐西蘭啊對不對 英國啊 這項人走在哪裡都一樣 因為他們都沒頭 移民到別的地方 就成為當地的資源回收人 一樣啦 所以資源回收人什麼人 就是到處買房地產的人 上海也有房子 美國也有房子 加拿大也有房子 那種人跟土地沒有結合 那種就是沒頭的人 沒頭的人怎麼樣 當地的條件改變之後 他還跑了 譬如說加拿大的水 開始湯到外面走 你知道嗎 這整死人就是 到處替人家工作 賺錢換取他生活上的需要 跟土地沒有結合啦 來台灣流浪的這項 中國人也是無頭的人 但是現在還要拚到 校長營業那項人 這不用多說 現在要說的是這個 以前的部落形勢 在征服對方以後 都做幾個手段 做什麼事情 部落戰爭把對方 征服了 做什麼事情 這幾項 宗教語言 我跟你講 過去你拜的 現在不能再拜 你如果再拜 你以後會叛變 對不對 所以你以前拜的 行都叫你燒掉 過去中東的地方 都是這樣子 現在開始拜我們的行 再來 議員都幫你換掉 很簡單嘛 你們飛飛兵 運用來人家做事情 你現在就要去 賀他的位 還是他就要賀你的位 當然他就要賀你的位 對不對 你是老闆啊 你現在去 抓起來的時候 我手就要去賀你的位 去跟你溝通 不用啦 你就要賀我的位 所以語言我把你消滅掉 對不對 第三個是什麼 生 我會改你的生 你如果保留你以前的生 你就知道你跟我一樣 遲早會反叛 對不對 所以統治的方法 就用這三個 過於這就是台灣人對的事情 台灣人現在你拜的中國 中國來的 不是台灣人本身的 你現在說的議員 你不能說台記是台灣人的議員 不是的 中國來的 我們本來都是我們高山族的語言 這是我們本地的議員 再來 姓 你這什麼生靈 生丹 生什麼的都不是啦 那也是大清 在哪裡 率先給你的 中國人很厲害 他不用幫你抬 因為你根本打不過他 所以他直接把這三個 第二個階段 統治的第二個階段 馬上執行 就是改變對方的宗教語言姓事 這樣就好了 就幫你殖民 因為他夾帶強勢的文化 就進來 跟台灣人變成這樣 就想說你是中國 好 簡單的 今天的課程 台灣史解碼 台灣史解碼 解碼 解碼的意思是什麼 本來是亂碼 你看不見 因為中國人會把你割 為了要把你統治方便 割一套假的歷史 為了要關台灣人 我現在把正式的歷史 說給你們聽 什麼是一個正式的歷史 來 四百年以前 我們的祖先 一直來到這個土地 四百年喔 那時候沒有中國 四百年以前就來了 再來大都王國 然後來部落 越大越大 這個歷史 在中華民國的歷史 誰給你都沒了 再來 直到十三十四季開始 才有日本 西班牙 荷蘭 大清帝國 入來台灣 跟你 那種叫什麼 英文叫做Predator 叫做掠奪者 就是殖民者 要對殖民地做事 那種人叫做掠奪者 掠取你的東西 我說一個比較粗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不要跟你結婚 就是這樣 不負責任 當你年輕冒昧的時候 他要你 你老子給你等掉 中間不負擔任任何責任 你如果結婚就有婚約 你就要負責任 對不對 你不結婚 那就是那種跟你遭遇 那就是殖民者 對殖民地的態度 殖民地他要的就是 把你的資源都拿掉 對不對 不會把你建成 你殖民地要負責任 所以以前 大清帝國那時候 有什麼事情 通締台灣那時候 美國的軍艦 來到冰島的瓦海 擱淺那時候 美國人 到上岸去求救 結果我們讓我們 以前的主人都抬了 結果美國人去到北市 走到大清帝國去抗議 你們的人跟我們都抬了 背錢 你知道大清帝國怎麼說 那是話外之名 不歸我管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你如果要出什麼 你去看 我們沒有在台 這就是有好坑 他都會愛 派坑 都會刷到你 對不對 跟他無關 所以第一次 我們的高砂族 跟美國建立條約 簽訂和平條約 第一次 你應該去看歷史 再來 這個眾多的殖民者之間 會帶來帶去 大家都要唱這個好坑的 就要收台 對不對 所以這日本啊 西班牙人都會坐 錢要買誰最大的 日本嘛 所以日本哪關條 會打敗大清帝國 那時候是大清帝國 不是中國啊 大清帝國在管台灣 當作殖民地嘛 殖民地只有半邊而已 右半邊說他又沒有在管 所以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馬關條約 日本人說的下關條約 輸掉了 中國輸掉了 大清帝國輸掉了 更讓台灣澎湖 還有遼東半島嫁 不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皇帝 過期都是皇帝跟皇帝之間 修台的簽條約 這樣 不是國家跟皇帝 是皇帝跟皇帝之間 大清帝國有皇帝 政極天下嘛 這土地都我的啊 對不對 不是 大清帝國的頭 就是大清皇帝啦 這個國王擁有所有的土地 我們慢慢就有這個觀念 所以簽條約 是兩個人之間簽條約 所以台灣並做大日本帝國 天皇的領土 這樣 本來一開始拿到 你如果殖民地去皇帝國也是殖民地 但是大日本帝國拿到一塊土地 他沒有發生只有殖民地 他要再升級 升級變成什麼 變成他領土 所以呢 他拿到秋島發生一件事情 欸 你說大清帝國有台灣 結果你左半邊都不是你 右半邊都不是你的 他好像左半邊設立一些 府啦 郡啦 這樣而已 右半邊高山路在大 他沒有在地上去打 他沒有在地上去打 他也沒有在地上去打 所以右半邊是白人的 就是高山路 日本人拿到手套 說欸 這就奇怪啦 你掛連你處邊的房子也掛來 所以那時候他就去問美國 為什麼問美國 這就剛才我剛才一開始說的 美國人本來是外來人 那美國怎麼取得 現在在北美地區的土地 是怎麼拿到的 啊 總要有一個說法嘛 對不對 北美本來印第安在住什麼時候 變成美國人的土地 怎麼會變這樣子 所以美國人的一個說法是什麼 他們就是部落的形式 所以你怎麼獲取這土地 把它征服啦 征服那個字叫conquer 就是我有武力把你建議 把你押扎掉 現在比我老大 這個土地變我的 這是我講的 你要經過戰爭的過程 把對方征服 所以日本人拿到這訊息之後 他就說 開始就征服右半邊 所以那時候有薩德克巴來 有沒有 那個電影就說在台的事情 日本人要拿到右半邊 因為那不是大清帝國 右半邊不是他怎麼做 第一次他跟你通婚 他不是一開始就要跟你台 為什麼 拜這也是我的人民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好講壞 就請你一拜 貴族跟我們通婚 你不是所有人都願意通婚 還有一些人跟他反抗 那時候他才開始爬 所以日本大日本帝國 花了十年的時間 抵犯政策把右半邊征服下來 所以真的台灣這個土地 第一次有租款 租款就是主權 sovereignty 慢慢你要這個概念 什麼叫主權 就是整個土地 相對一個人 那叫主權 那就是剛才我剛才開始跟你講 一個土地 到底誰人 最後有一個宗族 那就是大日本帝國 第一次把整個台灣的主權 建構起來 就在日本人的手中 手頭 所以從此以後 那就好像什麼 結婚一樣 就像結婚一樣 以前 你要追女生 怎麼追 請她吃飯 請她送她禮 說好好聽話 把你送得漂亮漂亮 最後取進來 對不對 這是追求女生的手段 同樣大日本帝國 對台灣也是這樣 把你建設 黃明化 慢慢把你改 最後怎麼樣 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實施在台灣 大日本帝國憲法 天皇頒布招數 實施在台灣 那就是什麼意思 那好像結婚 從此以後 台灣人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你知道嗎 有婚約關係 台灣本來是無主 拓殖地 或是說殖民地 從此以後 不是啦 已經是有人 已經結婚了 現在人不能亂書 你不是在外面 自由市場給人家追的啦 你知道嗎 你現在有紅的 如果有什麼事找紅 你知道嗎 從此以後 大日本帝國 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有人說 不是 現在是我們中國人 現在是中國人 給我們管的 我們天皇走在哪裡 很簡單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 戰敗了 輸了什麼人 美國 美國這個很夭壽 他自己無親身來跟你检 結果什麼 叫以前跟你招待的女朋友 還叫哪裡 再跟你招待一次 那就是中國人 對不對 那當中國人跟你招待 不想負責任 現在還抓回來 再跟你招待一次 台灣人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法例 照顧 顧美國人說 你告訴我 你叫戰爭法來執行 你叫人代理那個混蛋 那真的是違反戰爭法 叫我們去買武器 改我們國籍 叫我們抽水 每個人改我們的議員 每個人做到我們 改我們的國籍 改我們的語言 那都違反戰爭法 阿拜都要玩笑的 那個每個人做到 所以我們把那個 主要佔領先招待 所以古年 我們在遊行的時候 講了幾個重點 我說什麼 舊金商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我跟你說 跟台灣這個土地有關的 只有兩個條約 就好像你買房子 你用宣言不好 他說101是我的 你說一千半也不會比你的 你知道怎麼 這間房子有多多 尤其 本來那個廚頭家要賣嗎 他就要賣才可以 你拿錢給他賣 交換 拜那個客戶上面寫你的名 對不對 那才有辦法比你的 那不然這個動作都不算 對不對 唯一知道這種 你如果家就要這樣 更何況一個領土 一個國家 那還是 對不對 一定要有什麼 條約 英文叫做treaty 你要交換領土 一定要透過條約 來set 所有在戰爭時候 所有的宣稱 你所有的claiming 什麼宣言 都不好 最後realization 讓一個宣言 變成實際上 可以執行的條約 叫做treaty 所以跟台灣這塊土地 真正擁有者 透過條約決定 跟台灣現在有關的 一個是下關條約 大清帝國割這個土地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皇帝 皇帝拿手指導 慢慢改變 1945年的時候 畢作以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再來 既然戰敗之後 他就 日本放棄 不是天皇 日本放棄 對台灣朋友的管轄權 現在放棄了 是誰在講 美國在講 所以美國要對這塊土地負責任 所以我們遊行的訴求 第一個 舊金山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根據這個條約裡面 美國是台灣這塊土地的 主要佔領全國 這樣知道嗎 我們就把責任抓到了 這誰要負責 找到你了 是美國 就是你美國 現在走著走 台北都要負責 所以美國現在怕 所以會一步一步按照這個執行 才有我們台灣民政府成立 你知道嗎 再來 但是這事情之後 我們台灣人裡面還有一人 賣賣 你已經知道你的丈夫是誰了 他還不願認 他還在銷那個 客廳 那個是台灣人裡面 什麼 余虐 我的名字叫余虐 想說自己是中國人 那叫余虐 余虐 余虐是什麼人 像這個 余虐是什麼人 中國國民黨裡面的 民進黨 台南 想說台灣人 結果想自己是中國人 就是這個人 這樣 很簡單 我一開始說那個女生 台灣原高砂族的女生 在美國 他要尋求自己的 identity 他就問說 台下有觀眾問這個女生 你的 identity不是美國人嗎 他說這樣還不夠 不然你的 identity是什麼 他說我在美國看到有黑人有 白人有亞裔 但是 我知道我亞裔 但是亞裔 美國還分很多人 有日本來的 有韓國來的 有什麼人 印度人也是亞裔 我哪裡有什麼人 最後他說 我是Pacific 就是太平洋這裡面的 島系的民眾 美國的 對於人種 劃分得很細 但是這樣還不夠 我還想著 我這裡裡面還有那麼多人 我是哪一種人 所以他就是在尋根 問他的爸爸媽媽 我哪裡來的 他媽媽說 我本來是台灣 在哪裡當地的地方 移民 好 要拆到那裡 再來還不夠 我還不夠 我是第一組 台東那麼多高砂族 那麼多 我是第一組 對不對 他就開始在對 對著說 我們爸爸是泰亞族 媽媽是阿美族 我是第一組 我又是第一組 我又是一個人生 這個背部 這是給我養父 養母 還不是真的 他就要去找 所以這個女生一直在找的 跟我們台灣人一樣 我們台灣人也在找 說我們哪裡有什麼人 過去有中國人騙騙 現在我們不知道的人 現在我來講 有幾個人都要知道 我來講 我沒有在懷疑說 我是台灣人 沒有在懷疑你喔 你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哪一國的人 你一國的啦 你會說我 即使說你講不出來 我說我台灣人 台灣人不是國 台灣不是國喔 台灣是一個地方的人 叫做台灣人 對嗎 剛才佛摩扎這個地方的人 叫台灣人 但是你是一國 你怎麼做華民國人 不是啊 你就要找啊 所以你 你什麼人 是 靠你身居上面 老的婚 知道你是什麼人 但是你是一國的人 那就是靠什麼 法律 法律來決定你是什麼人 對吧 就像法律上 你的父母親是誰 法律上 你到底是誰的孩子 這都寫得很清楚 對吧 法律來決定你的身份 法律上 要靠法律決定我們的國籍 台灣人的國籍是什麼 很簡單嘛 大日本帝國嘛 我在北部都日本人 我才會選出中華民國人 不可能嘛 我北部那台 我跟我說我那台都日本人 當然我就是日本人啊 還有什麼其他可能性嗎 敢不挑出另外一個人嗎 對不對 不會嘛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 group identity 你知道你台灣人 你知道大日本帝國的人 再來 你要選求你認同的對象 你為什麼要選錯邊了 現在戰爭要開始了 你知道嗎 最近很危險耶 南海 台灣海峽 北方四島 都開始要爬 如果要爬 第一次美國軍隊那裡 坐一台亞洲 百分之六十的美國軍力 現在已經移到亞洲 船在等 對不對 中國也船在等 對不對 現在越南也拿日本 日本的軍艦也走到越南 對不對 每日是一個合體 台灣人就要看有別的 這是國際形勢 中國人都不給你知道 每一天都唱歌跳舞 吃飯睡覺 買東東 對不對 你電視打過都做幾項事情 我不會跟你說國際現況 不會 他如果說到那個他就死了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權利在台灣這樣做 來 來 Bi blood 你是佛摩山 Bi nationality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再來 Bi group identity 是在TPP架構 包含美日安保 OK 來 現在齁 你來台灣民政府 我們剛才跟你說幾項事情 第一個 科學證據 康哈的證據 第二個 歷史上的文件 加上你自己的邏輯推理 沒有跟你訴求感情 現在康哈上到這裡 我都沒有跟你說 台灣人都在拚出家庭 沒跟你說這種話 我現在要說法理 現在先講科學證據 康哈的證據 你們有聽過國家地理頻道 有嗎 看電視 他算是蠻有錢的一個頻道 他已經 我小時候1960幾年 我就看國家地理雜誌 黃色的線 裡面都有內容 國家地理頻道 你知道嗎 有一個好處的人 幾十歲 死後 開始奔財 奔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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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年輕人一次說 我你阿公以前在家裡頭生 我現在也會回來奔財 對不對 那家裡的人說什麼 你那個青菜公公 你是什麼人啊 我你阿公在家裡頭生 證明嘛 他有家庭來奔財 他如果真的是阿公生 他在法律上有家庭 回來奔財 因為血統上是嘛 按照你現在中華民國的現行法律 他可以邀錢 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什麼 證明嘛 怎麼證明 鹹火嘛 對不對 鹹火裡面是什麼火 不是說A型B型 鹹DNA 為什麼鹹DNA就知道了 我跟你講 人在傳宗借代的時候 我們身上都有染色體 你的孩子一定是爸爸一半加上媽媽一半 甲蟹 複製嘛 所以你的小孩子生出來以後 不是像爸爸就是像媽媽 對不對 要不然像爸爸這邊 要不然像媽媽那邊 對不對 如果像你們家隔壁鄰居就很奇怪 對不對 那就有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會像這個 為什麼會像 因為今天染色體在複製 但是複製過程當然會產生突變 就是有些歪刷了 歪刷那個基因 基因有好幾上億對 現在科學已經很進步了 你只要在口腔上用棉花棒刮一下 丟到實驗室 不要兩三天就出來 基因排序就照出來 馬上就知道你是誰 如果這樣的話 所有只要產生錯誤一次 所有有在這裡生出來的 身上都帶著同樣的記號 你知道嗎 無關你幾代 他們都知道你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 就用這些把所有人類從哪裡來 摔下去的圖畫出來 就是這張圖 他抽樣的樣本 sampling 是多少 72萬 截至目前為止 你上網去查 打Human Migration Map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資料 這個圖是科學證據做出來的 這邊有線 有黃線 有藍線 他到時候跟你講 黃線是根據什麼 藍線是根據人體的那個 染色體的那個Chrome什麼東西 最後 這世界地圖會看嗎 線也會看 箭頭 箭頭就是最後到這裡 經過什麼路線 經過北美洲 這到最後 所有人類 六萬年前都同一個地方出來 哪裡 會看嗎 所有的人 根據這個道 所有人類 今天生在世 在世界上活的人 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這裡是哪裡 會不會看 你們地理好不好 這裡是非洲 所有的人 六萬年前 有非洲 走出來 六萬年前 最近就有人 為什麼六萬年前出來 我不知道 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人類開始遷移 台下的學生 過去就說 學老師說 那時候 我要知道台灣人 哪裡都要來 好 我們來找台灣人 哪裡都要來 你看到一條紙 上面的鞋 M174 有看到嗎 很小日後 我告訴你這條 對非洲 六萬年前 離開 離開非洲 來到什麼地方 這裡是哪裡 叫南夜門 你這樣看孫的會飛機 我跟你說 你就想像有一群人 非洲一定發生什麼事情 他在開始走 帶母帶子 帶孫 師父這樣帶子走 來到南夜門的地 南部的時候 住下來 這個地方不錯 我們住下來 就變成南夜門 那個地方的人的祖先 不喜歡的人繼續走 來到哪裡 這裡是哪裡 印度 那後來就變成印度人的祖先 六萬年前 印度不願意再繼續走 走到哪裡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哪裡 看到沒有 你不知道嗎 你當然要去玩嗎 這是馬來半島 新加坡 馬來半島在這裡 爪哇 印尼 祖先 我們的祖先 來到這裡 有人就離開了 覺得不錯 如果覺得不好 繼續走 走到哪裡 來到哪裡 台灣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 從非洲出來 走到台灣 有人覺得這個地方很漂亮 就變成我們台灣人的祖先 我現在講講DNA 繼續再走 台灣不舒服 再繼續往前走到哪裡 日本 台灣人 如果沒有要再離開 再走到日本 日本之後 再走到哪裡 這是哪裡 朝鮮半島 現在韓國的 跟俄羅斯的北部 再來 現在是差不多三萬年 兩萬年 最後來到西藏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MV7 這條孫的人 最不容易走到這裡 剛才所謂的 歐亞大陸的東邊 那時候沒有中國 不用說中國 歐亞大陸的東半邊 就是現在所謂的中原地區 有什麼人 你看 有離海 黑海 有歐洲來的 有俄羅斯下來 有蒙古下來的 有印度上去的 有這個百越這邊上去的 對不對 過了十幾人 兩萬年前 來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是大陸的 不同的部份都這樣 瘦瘦 對不對 你 我帶你的人 南陸的 所以西藏人是雜種 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對不對 現在大陸的 中國人是雜種 沒有錯吧 那時候韓國人說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去到那裡 很少韓國人 但是真的 中國人有一部分 真的從韓國去 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 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 也不是 所以我們是他們的祖先 他就要跟我們拜 中國人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你每一年清明節 走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 你知道嗎 你拜什麼祖 你拜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那是你的 怕順培的人 你去拜祖祖先 說你的祖先從哪裡來 笑死人 台灣人在土地生 四萬年 沒有跟外界接觸 直到十三十四世紀才開始 那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們的血統相對純 我沒有講絕對 相對比較純 對不對 因為你跟外界沒有接觸 但是中國那些人 帶來帶去 對不對 中國歷史什麼金 唐宋這些東西 都是不同種族的人 打敗說其他的人 可以統治那個地方 對不對 比如大清帝有女真人 對不對 宋長什麼金人 對不對 蒙古人就下來 元朝的蒙古人 都是不同種的人 比較強的就把村子打敗 就開始爛了 對不對 所以那邊沒有純種人 也沒有中國人 這是要沒有中國人 你哪有中國人 你告訴我 中國人的血 定義出來 用科學證據定義出來 然後我拿我的血跟你對 他拿不出來 因為沒有中國人 為什麼 根據他們官方 維基百科 中國人有幾種 漢滿門茴葬苗謠 對不對 量到一堆 還不夠 量到46種 46種人 怎麼一種叫中國人 所以它是什麼 政治名詞 沒有真的這種人 沒有中國人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河路人 也沒有客人 都沒有 為什麼 你如果有 你把那些人的血 定義出來 我給你對看 拿不出來 都10種 它是用什麼 用語言 所以那時候中國人 跟我說 不要講這個 不要講中國人 我們講華人 我們都是華人 對不對 誰跟你說華人 你說一句 什麼叫華人 中國人說 講華語就是華人 我說 什麼叫華語 就是 賀語 什麼福建話 這就是華人 講北京話 都華人 我說 如果這樣 根據你的定義 講英文就是英人 對不對 是不是 說英語就變英國人 所以印度人講英文 印度人是英國人 是不是 新加坡人也講英文 美國人也變英國人 亂了 所以你定義哪一種人 不是根據你的語言 是根據你身上流的血 所以這個計畫主持人 Dr. Spencer講了很有名的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故事是 記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無宰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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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了要把你通編故事 套在你身上 你真的去拼 去拼 連口也去拼 自小人拼得很大 弄掉了 你想說中國人是很好 結果不是 他就要把我們拜 什麼我們拜 搞錯了吧 所以台灣人 你不能為了一碗請飯 拜中國人做的 連你做工做媽都賣掉 對不對 來 現在很清楚 我們是什麼人 哭哭的禁句 拿這裡給你看 再來 那時候說 哪有可能 人會這樣 你看Google Earth 以前這個淺藍的地方 深藍是真正的海 以前的海平面沒那麼高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都住人 你現在往海底去挖 可以挖到古史前的文明 亞特蘭提斯 什麼東西都有 這是時間點 6萬 5萬 4萬 3萬 2萬 我講這個不是隨便講 所以呢 我要什麼 考古來證實我這個路線 對不對 那這樣看 4萬年前 5萬年前 來到澳洲 比我們還早 對不對 所以你到澳洲去考古 應該可以挖到這麼早 以前的人類的遺跡 對不對 對不對 按照我的時間表 所以我們就要挖考古一下 這是歐洲 在法國南部 一個洞穴 找到這個什麼 是不是畫得很棒 有馬好幾個動作 對不對 有犀牛 有沒有 這有獅子 你怎麼知道 這是多久以前的人畫的 透過什麼 孤日又死 探了十世 半衰期 來決定那個時間 很準喔 不會超過幾百年喔 插出來的結果 三萬兩千到三萬年前的壁畫 法國人知道這個時候 很開心到想說 人民的文明 人類祖先對溫法國來 騙 秋西郎 因為他們比較有錢 所以他們先挖到 其他落後國家以後就挖到 結果沒幾年以後 哪裡 這裡是四萬年前 哪裡挖到的 印尼 就符合我剛才講的那個圖 是不是 來這印尼 Indonesia Island of Sulawesi 那時候有人畫 如果是這樣 你看 後一張更好玩 這在澳洲 超過四萬年已經 你看 連生物現在都沒有看到 唯一跟牠比較像是什麼 KANGARU 袋鼠 澳洲袋鼠可能跟牠比較像 現在人們 看這些東西 不可以看 那些人圍圖 這就符合我剛才講的那個圖 是不是四萬年前就來到澳洲 所以那時候壁畫就找到了 所以這個意思表示什麼 你在中國這個地方 找不到這麼早以前的壁畫 找不到四萬年前的東西 人類的 找不到 你說什麼 北京人啊 那是海庫 但是我現在說現今的人類 所以不用跟我討論這個 這個已經論述很清楚了 那我也講了四年 那不然老早就叫我吐槽了 來 那現在就是高跟畫的 聽都沒聽過 高跟是以前 帆鼓有沒有聽過 帆鼓有聽過 把耳朵割下來送給人家 那個帆鼓 好 還有漂亮的女子在旁邊 給你學生 好像活在天堂一樣 結果他在那邊就畫畫 畫了這幅畫以後 照理說你那麼快 人在快樂的時候 應該畫畫很快樂 對不對 他畫這幅畫 你覺得他很快樂嗎 有點快樂 但是也有點空虛 所以他給這畫 取了一個名字叫什麼 我們從哪裡來的 我們是水 我們要往哪裡去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大家要問這個問題 大家想說 我有錢 有錢 有錢就好 日子就差不多了 錯了 你要知道我是誰 我現在在那裡做什麼 拜我們的兒子 準備要去哪裡去 要搞清楚 但是這種問題誰不問 資源回舟人 你做路來賣 不會問這種問題 奴隸這種戰畜的人 不會太多 想到美食材 有飯吃就好了 以前有飯吃就好了 那就是奴隸 每天可以工作 繳水就很開心 吃飯唱歌跳舞買東東 你的生活是不是像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像奴隸 那就是中華民國的人 最希望你變成的樣子 不要想太多 每天看連續去吃飯 賺錢繳水 繳老闆退老闆賺錢 就好了 不用想太多 想太多 他們就倒掉了 對不對 你有看過這個嗎 Superman 你們年輕人有看過Superman 就是沒有看過這次 你的Marvel是看那個電影 看不到沒有頭的超人 我跟你說有這種人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功能強大 可是你沒有效忠對象 你的功能恰當 沒有效忠對象 來 這奴隸要做什麼 你們在座各位 趕來我這邊上課 就是要做什麼 要當民政府的官員 對不對 要學習法律 阿伯要統治台灣人 我們幫你訓練 我們代表美國軍政府 訓練台灣人 請問你們在座各位 有誰是超過一百個人 或是一千人公司的老闆 有嗎 過去有一個人 同心拿手 超過一千人 我說那大間公司 但一間我不知道 在深郡台商 我說這樣也不夠 你說為什麼不夠 一千人很多 我說阿伯你要管三十萬人 到六十萬人 為什麼 我們只選四千人 你要去管台灣人 台灣人兩千多萬人 平均一個人要管六十萬人 你有載條嗎 有載條要管嗎 六十萬人 有載條要管嗎 你會覺得自卑嗎 對不對 有人上頭 不用擔心 歐巴馬也不相關兩億人 三億人 對不對 歐巴馬也相關三億人 再去做美國總統 也沒有啊 所以什麼 透過制度 是不是 有個制度在那邊 弄得很好 你去那裡 你聽美國軍政府 跟你下命令 你去做就好 不用擔心 你知道嗎 但是你要走進去 就要跟你做什麼訓練 法理的訓練 跟一般的基礎的訓練 基礎訓練什麼 叫你把人分類 六十萬人來到你頭前 你不能把藍藏 都錄到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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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的 出大略的分類 人有三種 三種 三種 根據什麼 根據他的 disposition 就是他的天生的本性 最重要的是什麼 四肢膝的 怎麼有人四肢膝的 沒有啦 我現在說人 可是他的行為 好像動物一樣 叫四肢膝的 什麼叫人像動物一樣 真的很簡單 以前ers 很簡單 這是動物講的話 動物才會說這種話 動物當他發情的時候 鬥爭的本性就照著 有飯吃就很高興就點了 你餓一餓就點點 你看到漂亮的女生就要送 那種就像動物一樣的人 他的行為他的動作就是 他只要他要愛的 出的都不是他的事 無關別人的事 所以你也不要小看這種人 這種人搞不好 開的是Lamborghini的跑車 住的是地堡 有私人飛機 但是不要收水油給你喝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種人就是無關別人的事 他要賺錢別人去死 所以你現在吃的東西 大部分人吃的東西都 像動物一樣的人做給你吃的 你才會吃這種有的沒有的 肉粿燒的東西才送給人吃 他如果是人才會這樣做 沒有就是動物 像動物一樣的人喔 所以你要用什麼 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這種人 還有等級的 越樓下的 越跟動物體的接近 比較高的就是什麼 就是你們家寵物啦 你把它搞得好 會學人 對不對 這個中文這個 沒有頭的人 我跟你說你不要小看這一群人 佔所有人口裡面40% 40%的人都是這種人 我們有跟你開玩笑喔 我們的社會裡面 按照你的社會先進 比如說先進國家可能這種人比較少 可是越落後國家會比較多人 你自己吃五百就好 你有沒有吃都會得到 所以中國人奔 你台灣人吃台灣人一天就走了 中國人...來 像上面的人 我先說上面再說中文 中文的是沒有頭的人 上面是有頭 什麼叫有頭的人 我現在講到 你們知道什麼叫有頭的人嗎 有頭是什麼頭 就有效忠對象 對不對 過去你知道台灣有一個 熱身療養院有沒有聽過 裡面什麼人大 泰國的 泰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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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麼叫泰國 麻風病是什麼 麻風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末梢神經 有細菌給你吃 你不覺得 鋪起來肉會暖去 手就開始抬起來 皮也流下去 香腸也流下去 所以不會看的 很可怕 大家都不敢蓋 但是美國人 白人漂亮又落 帶他們母 來到台灣 到熱身裡 整四人在那裡 每一天幫他換油 早上到晚上 吃錢跟我們一樣 我們不敢蓋 他都要去蓋 我們台灣人覺得很感興 有些人就捐錢 駕富錢 寫一個錢票 10萬塊 15萬 這個傳教士 拿到這條 駕駛給我送出去 這個官的人就 說是怎樣 我代表我對你的感謝 上帝禁給我送出去 他說我要做這個做什麼 那就表示他有頭的人 他今天做這件事 是為了什麼 要效忠他的組織 他的組織 他人是兄弟 上帝叫他來 所以他來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台灣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會變成死懷者 上帝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成什麼 德雷莎修女 對吧 他一生活的目的是要取悅他的組織 對吧 上帝如果開心就開心 上帝不開心就不開心 你給他錢比較差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有錢是對下帝這點人覺得有趣嗎 因為你這點沒頭的人 看他做的事情 覺得很奇怪 怎麼有人為錢去做那件事 是不是 因為下帝這點的人 是用錢來算所有的事情 你懂嗎 沒有頭的人只能用錢來看 找到那麼多 以前有兩種人 一種是最愛的 找到那麼多 找到那麼多 不然做飯堂吃 有聽到嗎 去黑人家 不然做飯堂吃 說這種話 拜託你不要說 你來做民眾館員 不能說 那是動物講的話 為什麼 在他眼中裡面 什麼東西可以換人吃的 才是有價值 對不對 如果博物能換人吃 就沒有價值 那種就是動物 如果中央這個 可以賺錢嗎 你還要賺錢嗎 那就是這種 沒有頭的人說的話 他所有的東西 都要用錢來算算算 對不對 看度也看不到 這個畫漂亮 你如果說 這一幅畫值一千萬 哇 一定好的 因為他用錢 來評估事情的價值 以自己本身沒有價值觀 所以上面的人 什麼東西 真善美 對上面有頭的人 我告訴你 對於事情的根據是什麼 沒有真理當作基礎的事情 的善跟美都是假的 我再說一次 沒有真理當作基礎的善跟美 他認為都是假的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男生 看到別人的毛髮 把他唱來 他早上去一家家 給他很漂亮 好大妹 你給他吃好的 穿著名牌都買給他 這樣對不對 不對 雖然他對這個女的很好 可是他一開始就錯了 對不對 一開始這個動作是錯的 所以沒有真理當基礎 最後 就算你對這個女生 再怎麼好 把他那種多漂亮 每天都跟他講 好聽話 什麼都給他鼓掌 這樣對嗎 不對 因為你一開始就不對了 創的 不用管理做好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真理當基礎 所以我沒有管理 中國國民 在台灣做什麼事 因為你一開始就不對了 你做什麼健保 你好好把制度弄好都沒有用 因為你本來就不應該在這邊當 改變我們的國籍 你一開始的政理就錯了 所以 你們來這邊 最外國請問 簡單的一句話 你們來上我的課 是希望透過上我的課 改變你自己的情局所 有嗎 沒有 你希望因為透過上課 只有一個人喔 現在不是喔 你希望透過上我的課 自己得到改變了有沒有 有喔 請放下 錯了啦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事情 沒關係 錯了你不用覺得embarrassed 我錯了是讓你們重新再想 為什麼錯了 大山老師講話都講道理 為什麼錯 我請問你一個簡單 你們有交過男女朋友 跟家人住超過四五十年 對不對 有嗎 一定有嘛 男女朋友 還是母子 還是母子 剛才超過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 五十年都有嘛 請問 你每天跟他相處 每天跟他講話 你可以改變他嗎 不可以嘛 我沒有聽過 有一個人被改變過 你相處那麼久都不能改變你 憑什麼相信你來我上 一堂課兩個小時 你就被改變 哪有可憐 不可能對不對 好 下一步 那你合理的問題是什麼 我來上課 那我幹嘛來上課 你要不要這樣問 要不要 對啊 那這合理的問題嘛 大山老師你這樣說 後來那時候 我來這裡搞什麼東西 那我跟你講 我的答案給你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本來是什麼人 本來就是對這事情 是非善惡很清楚 很認真的人 你怎麼聽下去 要不然我剛才講的是 法理邏輯 這個一般的人是悔悉 很多人就坐在後面 打個鍍鍋 你聽了下去 表示你知道 你很在乎是非善惡 因為過去國民都跟你講 那怪怪 倒了不對 不知道 來這裡從來清掃 你這幾個人都搞瘋了 過去你在 國民黨那個 謊言的土壤裡面 都假 你賣大了 是不是 他都賜假的資料給你 假的資料 都賣不賣 為什麼倒了不對 來到這裡 法理跟你講了 真理當作基礎的土壤 你就長大了 噢 開瘋了 你說的是對的 這是合理 這樣才對 台灣人就是這樣才對 你整個看起來 好像樹一樣 慢慢長苗 小樹變成大樹 你知道嗎 在好的對的土壤裡面 你就長大 什麼土壤 真理 法理 邏輯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本地有這種人 我在這裡做什麼 我做篩選的工作 我在台人 不是這個台人 台米的台 這個台米 比較大顆的地方 真正的地方 拜就落去了 知道嗎 這種人照樣做 拜我們的領導者 對不對 所以你的後來照樣做這種人 我要叫你們做這個 這個人 有頭的人 有頭的人都是效忠 效忠誰 效忠這個土地啊 效忠日本天皇 這是叫法律 效忠你的公子 照法理上講 他就是你丈夫 你不效忠他效忠誰 人家人家在騙 為了東西給你鼓掌 你就跑掉了 那就是 洪信出獎 那都不對 中國人當時是你 不是 主頭膏都不是 我們按照法理 你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你阿公阿嬤 北部那台就是 所以你自然 自然 你就是 所以你來台灣民政 我這邊要申請身分證 對不對 身分證是什麼意思 證明你這個人是什麼人 你如果不是這樣 中國人來這裡 沒辦法申請到這個 你身分證證 我是比這個土地的 白身 是日本人 這樣 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美國人才不能 對你亂出來 這個人已經有紅了 你不可以叫他 不可以叫他 不可以叫他去做兵 不可以跟他去研 很多事情 我們雖然見白 但是我們受到 有些戰爭法的保護 那是我們過去台灣人不知道 他也不要讓你知道 現在讓我們台灣人知道 台灣人都要撐起來 就這麼簡單 我們會跟這個人 那些人說 那些人都不滿 說幾個都不滿 百分之零點一 才是我們這些人 那他還要說什麼 我告訴你 我們的責任就是 設計一個很好的遊戲規則 讓下面的人玩得很高 是哪個就好 知道嗎 這叫做為百姓謀福利 那些人你要跟他講 講不會贏他 他打得不清楚 他們聽不懂 但是你跟革命先行者 你先騎出來的台灣人 你頭腦有情緒 拜你再有負責任管理諮詢人 我們就透過上課的方式 不行了就out 行的留下來繼續上課 以後才能當官 才可以管別人 你知道嗎 那你如果把人家人家 來上面 一定會出問題 遲早會亂掉 對不對 那五人你要做什麼 法理就想不到 你要做什麼官員 所以現在中華民國的系統 亂七八糟就是這樣 法理都沒有搞清楚 就要當總統 再問一下簡單不行 又要舉手 不用煩惱 舉手不會建設 答錯沒關係 就是重新認清楚 自己到底在想什麼 請問 我要說這句話 你們在座有沒有認為 追求自由 幸福 快樂 就是我一生的目標 有沒有 我一世人就是要追求 自由 幸福 快樂 對的請舉手 對的請舉手 我怕了 不覺得 曾經 現在不是 現在是什麼 太沉重了 我只是問說 自由 幸福 快樂 是不是你追求的目標 好 好 我跟你說不對 不對 不對也要講道理 大山老師講 說你不對 一定要老師 一定要講道理 為什麼不對 我跟你講 自由 幸福 快樂 都是一種感覺 不應該是追求目標 要不然你就變成追求感覺的人 第二個 自由 幸福 快樂 是什麼東西 它是副產品 Biproduct 不是追求目標 目標就是你最後 Ultimate 就是最終追求的目標 那叫做目標 中間你如果經過 跑到一半的時候 看來有花 那叫做副產品 有人鼓掌副產品 你不能我追求掌聲 什麼東西啊 你唱歌你追求掌聲嗎 你無關好壞 只要有掌聲就 那不對 我現在又舉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疑心說 我以追求賺錢為目的 那疑心你敢去看嗎 嚇也嚇死 你如果沒錢要來看 那疑心就是這樣 有錢再來 沒錢要來看 有錢給你學生好小 對不對 那疑心你不敢看 但是如果有一個疑心說 我整四人就是要 給別人最好的服務 那疑心不錯 對不對 因為這樣來很多別人 因為很多別人 他賺大錢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對了 對不對 因為你的目標是對 所有賺錢 自由的情況 是伴隨而來 有一個女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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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有希望 我嫁給他一定很幸福快樂 結果嫁給他 沒辦法 整天沒做事 看電視交電視 算了離婚 再換一個 那這個也不行 再換 這樣對不對 那一個女生 他不是要換人 換人 因為沒有達成目標 不對嘛 照理說你是愛這個人 對不對 兩個人建立家庭 便手助手 啪啪啪啪 把他瘋起來 老公好好的做他的工作 太太好好的做他的工作 生出小孩子 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 每個人做他 盡他責任 回到家裡 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全家人坐在一起 享受 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這樣才對嘛 對吧 當你目標設對 這些都會來的 但是你目標設錯 我只追求這個 那你就不擇手段 所以我為什麼要跟台灣人說這個 我跟你說 他就跟台灣人說 誰的罐都好 看別人都罐 誰的罐都好 有飯吃就好 說這麼多 對不對 我這個就說給台灣人聽的 對不對 你就是追求感覺的人 感覺來我就來 他感覺走我也走了 所以一天到晚 社會都出問題 感覺來我們就在一起 感覺我們就離婚吧 不對嘛 你要有所堅持 婚約是一個約定 一旦約定就永遠不會改變 你要堅持 是不是 要克服困難 好啦 不講太 太那種東西 來 這幅度看不懂的請舉手 沒有 一定沒有 來請問這幅畫看得懂情舉手 看不懂 看不懂情舉手 看不懂的請舉手 看不懂 還有誰看不懂 全都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就問問問題 你看得懂嗎 看不懂你沒有舉手 我問你 沒有 現在是 你看不懂嗎 我看不懂 臉都拜 我根本看不懂 請問這裏面是 飛機大砲 飛機大砲 建筋是不是 不是 尾山 尾水 不是 尾人 請問尾幾個人 這裏有幾個人 五個人 好 你再說 女子還是女子 女子比較多 對嗎 所以 你還知道是 五個人 不是飛機大砲 還知道五個人 還有的男子 你看得懂 你說你看不懂 你想說 你看不懂 這有人看不懂 這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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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請問這個是什麼 你怎麼看不懂 你怎麼看不懂 你說你看不懂 這什麼 蛤 這什麼 天使 這什麼 這什麼 我知道是女生 性別 他什麼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女生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 你說你看不懂 你怎麼看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我咱有女生 他在做什麼 做什麼 餵小孩 餵小孩 他沒有在餵 我跟你講 他在放晒 啊 在Toyote of Venus 他在上廁所 這叫維納斯 還上大號 你說在餵奶 你看 插胎有夠多 所以 你台灣人很可憐 就是說 你說你看 你說你看不懂 結果你看不懂 你說你看不懂 結果你看不懂 回去了 來 我給你解釋 這個叫做一點透視法 這叫做多點透視法 這叫做 OK 這是皮卡索 你有沒有聽過皮卡索 皮卡索 聽一下 皮卡索是上個世紀的人 19 18多少年 兩個世紀以前的人 1911年 你現在還看不懂 譬如是你藝術欣賞水準 退了一百多年前 不是你的錯 是中華民國的無法和學生 你的美術科拿去上數學科 才會這樣子 來 我告訴你 比較簡單的 要怎麼看 來 這一罐水 這也一罐水 你也一罐水 一定要這樣看 不必 你看我這個人 這樣看 這樣也是我 這樣也是我 一定要這樣看 不一定 所以是什麼 當你時間固定的時候 你的觀察點改變 產生不同的看法 這邊對這裡看 對這裡看 都不一樣 放在一起就變成立體畫白 你知道嗎 現在可以看 這是比較誇張的立體畫白 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種畫法 給你們一個單字 叫 Consistency 一字 要Consistency 那不一字就像這樣 一下又寫實 一下又是立體畫白 飛機也要看 你一定要怎樣 一款就是 從頭到尾都一個樣子 我今天來這裡穿西裝 打領帶穿皮鞋 這樣對不對 對嗎 我哪一隻腳穿皮鞋 一隻腳穿高跟鞋 有沒有 你要打他壞掉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系統亂掉了 有不一致的地方 這個字叫做 Consistency 來這個字 英文字叫Consistency 指一個系統中 不含含矛盾 法庭雙方都在證明 對方論述矛盾 這就是我們台灣民眾贏的地方 2006年 2008年 我們去顧米國的時候 就顧米國說 欸 米國人 舊金艙合約 是不是你尊重的 你說是啊 舊金艙合約的位階 是不是跟你憲法一樣 是啊 你要不要遵守 要啊 你想怎樣 現在叫我去做兵 你想叫我去買武器 不對嘛對不對 他說那不是我做的 那是中華民國 我們在代理家做的 你怎麼沒有負責任 要啊 法院高到北上就怕到 怕到為什麼 馬上幫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就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要自己形成一個政府 這樣知道嗎 那個台灣民政府 他拿我們社會的 不是我們自己的台灣人 沒那麼聰明 他是幫助我們成立的 這樣知道嗎 走今天一 才會在這邊上課 中華民國不敢對你碰 碰一個喇嘛 都不敢碰 就是這樣啊 不是說這個 今天我們有政報部隊 還有百多人的編制 誰人這樣做 就是後面有人嘛 我們後面就是美國軍政府 我說一個簡單的 有人要用你的名字 在銀行開個戶頭 給你開錢票 你會照顧嗎 當你照顧到四 開玩笑的 那種事情 你怎麼可以冒我的名 我沒有同意 你給我開錢票出去 很簡單嘛 我們說我們是美國軍政府 在這裡幾個年 我們如果不是老公 叫他顧到四 對不對 是不是 沒錯嘛 誰不敢惹 還惹到美國軍政府 還顧到大腳的 對不對 我今天如果 隨便說 冒誰的名去做壞事 我老公就叫他顧了 更何況 美國軍政府在那裡招搖撞騙 如果是假的老公就死了 對不對 那我還有今天 還發身份證 還發旅行護照 旅行證件 對不對 比較有這件事情 那表是 真的 這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對不對 Consistency就是一致 但是台灣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在法庭雙方就在 跟美國講 你不一致 你說的一頭 做的一頭 一方面你說你尊重戰爭法 可是你都違反戰爭法的行為 在這邊發生 雖然不是你做 你容許他在這邊發生 就是不對 對不對 Integrity是什麼 就是表理一致 台灣人不曉得這個字 你說這人說話 跟你這人真的相信要一樣 表理要一致 台灣人都有這個 說一頭 我這是中國人 實際上 都不是這樣 我先不要講太深了 我覺得你們能夠承受有限 但是這個裡面 我要講一個字叫做 法則是什麼 就是放諸宇宙都準的道理 比如說萬有引力 全世界哪裡都一樣 全宇宙都一樣 對不對 地心引力全地球上面都一樣 只要你住在地球上 都有地心引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寫 工程法規 還是建築法規 都要配合什麼 有地心引力 起床不會起太高 中間要什麼結構系數 讓他生在嘟嘟後 你來我這邊 我可以過關你去 這樣沒事 對不對 你人 只要你活在這個宇宙中 活在地球上 你就要生氣 人要傳宗接代 所以你寫著民法裡面 要保護什麼 家庭 保護婚姻制度 保護小孩子的權益 因為你活在這世間 你就要生在床 如果保護人都滅亡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麼 法則是什麼 只要你活在這個地球上 你就受到這個自然法的限制 就是這樣 The law The law of nature Nature law 就是自然法 基於這個自然法 才建構我們的law for 戰爭法 國際法 萬國公法 在這個法上面 才有各國的公法 憲法 憲法 憲法上面才有民法 不同的法律 為什麼中華民國 竟然都不要說這個 因為趙來這樣 他們都不成立 中華民國 你的憲法到今天 還沒有包括台灣 你在這邊選總統 你打個拜託 是不是 中華民國憲法 你要變更領土 要國民大會同意 在哪裡 他不敢 因為他是流亡政府 他不敢把台灣變成他的領土 如果不是你的領土 你沒有主權 那你憑什麼有國防部 所以軍法 因為我們告的結果 中華民國軍法裁冊 裁冊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最近什麼 憲兵去抓人 對不對 跑到民宅 你把文件拿出來 對不對 結果誰去告他 檢察官 有軍人要軍法審判 對不對 因為軍法跟民法不一樣 管軍人的標準 跟管人民不一樣 軍人可以殺人 人民不能 百姓不能殺人 軍人殺人是殺敵人 OK的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所以民法不能去管軍人 對不對 條件各方面限制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現在軍法 軍人都有民法 表示什麼 已經沒有軍人了 沒有軍法就是沒有軍人 沒有軍人的話 這些人在穿軍服 在穿什麼 我跟你講他們在穿戲服 演戲給你看 演戲給你看 你知道嗎 因為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怎麼可以再 不是他屬於他土地 有一個國防部 國防部怎麼可以徵兵 徵兵是什麼 主權獨立國家才可以徵兵 你真的又不是你自己國家的人 你是徵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那時候說的 台灣人的國籍什麼時候被變 你說陳怡的一紙行政命令 1946年1月12日 行政命令就把我們國籍改了 從此以後 所有台灣人都變成中華民國 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不好意思 我們是不能避兵中華民國國籍 你怎麼去恢復 恢復什麼 那個中華民國都還沒成立 更何況 最後搞到法院的時候 我們結果美國會歡迎 結果中華民國出來答辯 你知道陳怡這個命令是誰下的嗎 南京政府 南京政府 那不是很好笑 在另外一個國家裡面 政府居然可以隔空抓藥 叫台灣人這邊的身份被拿掉 所以呢 沒有成立 你可不可以 比如說 中國可不可以大家法院做一個 或者下一個命令 把美國公民的國籍拿掉 不可以 那是另外一個國家的事 對不對 所以中國做這個動作 可不可以就因為這樣台灣人 大日本帝國國籍被拿掉 不會啊 美國法院說這哪有可能 不成立啊 那表示什麼 他騙你的嘛 所以那個中華民國的 在法院上答辯的方法 他怎麼講 他說什麼 我們把他蓋那時候 他沒有抗議啊 他不敢講說 這就是讓他蓋啊 他不敢講 他知道不對 但是我把你騙那時候 大家都沒有抗議 這是什麼答案 是不是 所以中華民國國籍是 是不會加注到 大日本帝國人的身上 你只要把他否認 是台灣人的身上 就被他拿掉 你認為是嘛 你認為是 所以你去選舉嘛 連中華民國 欸選舉都要公民耶 你現在拿的是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怎麼去選舉 連他中華民國的法律 你都不符合 你還選出來總統 那更奇怪 是不是 欸 最近台灣關係法做一件事情 美國國會通過 台灣關係法以後 改成叫做 中華民國關係法 對不對 你怎麼點頭 你們是知道不知道 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吧 我現在講的是 你們這樣就知道的人嗎 美國國會最近通過一個法院 它叫做 對台灣關係法的九項保證 這個保證裡面 以前都是口頭上 沒有人訴諸文字 第一次訴諸文字是這一次 下一個字 北抓下一個字 上面說 台灣關係法 他裡面那個對象 最後 Provide Weapon To什麼 他說Republic of China 是把整個中華民國名字寫出來 過去寫台灣 所以寫台灣的人說 又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到底是什麼搞不清楚 模糊狀態 現在把它Clarify Clarify就是把它澄清了 去寫中華民國 這什麼意思啊 我不要講太清楚 因為這張是初級一般 就表示說 以後沒有模糊的空間了 你現在蔡英文人接那個 就叫做中華民國 你已經被鎖在中華民國的 美國要保證要保護 要保護是ROC Republic of China 寫得清清楚楚的 過去什麼台灣啊 在模糊 所以我一方面 我當了中華民國總統 我又特別不要講什麼九二公司 我告訴你 最近的WHA有沒有 衛生Assembly會議 不是一個邀請函 我們歡迎到北市 台灣人都不去看 上面邀請函 你意思以什麼名義進去的 Chinese Taipei 他沒有給其他名字喔 他沒有寫台灣喔 Chinese Taipei 所以你這樣答應 復約的時候 表示我就是Chinese Taipei 你已經解釋你是中國人啊 其實中國人不用特別 強調一中政策啦 你只要說 我以Chinese Taipei邀請你 你來復約你就是Chinese Taipei 就是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的意思 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你蔡英文去拿這個 或者蔡英文的政府去拿 你已經是一中政策底下了 不用特別再跟你講 你不承認也是一樣 你已經承認 你只要去參加就承認了 你只要接觸台灣關係法 你就是承認你是ROC了 你知道嗎 但是他們的事情跟我們沒關係 我們是大日本的 中國人的事情跟我們沒關係 我們是日本人啊 我們是按照戰爭法底下 受到保護的一群人 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分開了 所以過去美國對台灣的模糊政策 因為這一次逐步在怎麼樣 澄清當中 越來越清楚 讓你無知的片子 他自己做的喔 這不是我們白的喔 他自己就決定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其他就不再講 這個是初級班 所以史觀這麼重要 我剛才都會說一種歷史的觀點 史觀當然很重要啊 史觀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走路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的命運喔 我告訴你 觀點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說 那是你民情會的跨緩 也不是這樣子喔 我們講到 你我在座沒有人寫史觀對不對 頂多寫個人日記嘛 對不對 沒有寫歷史啦 頂多寫個人日記 要不然寫公司研格史嘛 要不然寫學校的校史 對不對 有人大得這樣 沒有 執政者知道我要得下國家的歷史 對不對 沒錯嘛 你我在座頂多寫個人歷史 可是觀點大家都有啊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觀點 男生有男生觀點 女生有女生觀點 北美印第亞人有印第亞人的觀點 北美有白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決定 比較大的啊 對不對 我統治者我決定觀點是什麼嘛 對不對 北美的歷史 現在往都北人下耶 還沒印第亞人下 不是啦 一併人買人在那裡 沒有歷史的主導權 對不對 觀點不同會怎麼樣 一個男生男生跟著結婚 女生就在廚房煮菜 一道一道菜放在桌子上面 男生有在哪走 女生都在廚房煮菜 難受 不然 exactamente 莫非是新を吃 菜都是到齊了我們才開動 大家就說別這樣啦 先ู้ 不是 我們还這一家 其他跟2個來吃飯的 我到達 4uhan人的勤勞 像是香港 Francisco 他們接婚者 就有個台本 才結婚第一天就吵架 因為觀點不同 每個人都把她從小到大的 觀點帶到婚姻裡面 兩個觀點不同是怎麼樣 會吵架對不對 對 吵架又來了 燒爬 又來了 離婚比較快喔 都沒協調 直接離婚 但是人跟人 吵架頂多是離婚 男女 但是國家跟國家意見不同的時候 是會戰爭 會死人 幾百萬人流離 現在就是了 西里亞就是了 觀點不同 戰爭 台人 人這樣死 流離 我現在說觀點重不重 當然重掉 所以你台灣人現在的觀點就是 中國人抓著把你折頂後 灌輸他的觀點在你身上 整個灌下來 讓你台灣人不知道什麼 Dis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就是失去方向 給你錯誤的information 讓你失去方向 我們現在就有法理給台灣人搶走 讓你倒回來 講到這個 我待會兒會說一些趣味 有關於文化的事情 所以死關重不重 當然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你的選擇台灣人 接下來會採取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死關很重要 所以民進黨的觀點影響他的立場 立場之後他做一個選擇 找中華民國裡面去選野總統 最後呢 採取行為 現在去上任當總統 再來會決定他們的命運 敗你就是中國人 就回到中國 那不是 流亡政府啊 你去做流亡政府的總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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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管中國人啊 你管中國人啊 我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啊 是不是 要決定命運啊 你們很清楚 我要拿台灣人的身份證 證明你是大日本帝國層民的身份證 這個就不用講了 這個有點複雜 我現在說的30萬人就是這個 這個人 這裡面30萬人而已 60萬是這個的兩倍 阿伯你幾個人要管什麼 我跟你說 民進黨很想說 我們的成果就是民主 不要騙了 什麼叫做民主 民主的意思是什麼 人民最大是不是 那叫做好社會 這裡面有30萬人 罪助的意思是什麼 在你刀罪助是誰 阿公阿嬤嘛 長輩嘛 大人做的罪助嘛 還有人跟小孩子做主 如果小孩子做完了 今天大家都吃冰棒 明天都出去玩 兒童樂園玩 對不對 那叫做助嘛 做助的意思是一公為算話嘛 他說了就要做 那叫做助嘛 對不對 現在這麼大人的人 30萬人 40萬人 60萬人做助 什麼意思 你每個人都要聽他的 你以後就知道我嗎 沒有嘛 那叫做好社會 那是政治人 都要騙酸表演的嘛 人民最大 大家高興 打破了 我告訴你 這裡面每個人意見都不一樣 他跟他家人家 在笑話 你要聽什麼 這邊還有很多利益團體 那個叫做叢林法則 你如果說人民最大 那就是騙的 執行上 基本上就是理會最大 你把我騙酸表演 到我手上 就是我來做主 因為這裡面 你們的意見都互相矛盾 誰做決定 我做決定 再來四年 是我做決定 不然怎麼辦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那些都假 對不對 實際上沒有所謂的民主 這種東西 民主是什麼 是一個把權力交出去的機制 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你知道嗎 是把權力透過選舉方式 把權力交給一個人 由他來管理剩下的人 所以它不是一個管理機制 它是一個權力給出去的機制 你知道嗎 我們要講民主要講清楚 就是這個 我們人民最大的 親切公公的 對不對 我們要更多的study 有關於什麼叫民主 不要拿它變成口號 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來 我們再繼續走 我建議時間有限 我們跳快一點 因為我們欠了 所以我們這些偷腿只有兩種人 就佔領者跟被佔領者兩個 我們如果說出來之後 中華民國人就同意了 因為我們的身份已經出來了 過去跟你騙說 什麼人不成立 軍事佔領有他的條件 所以呢 台灣人的選舉是不是民主 當然不是民主啊 國務院說的民主 那是中國人裡面去選舉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怎麼在南州會選舉 什麼叫選舉 什麼叫民主 就是你在同一個國家 大家的意象都一樣 都是為了這個土地好 才去選舉 這樣你選舉 選舉的方向才對的嘛 所以當中華人說 你台灣人要選舉 我也會參加 你會去到買市 對不對 那中華人就是要跟我們一起 我們還跟他一起選舉 選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他的利益是互相衝突 怎麼可以一起選舉 利益衝突可以一起選舉 投票決定嗎 美國你怎麼在台灣的比賽 不然這樣啦 你美國人跟俄羅斯人做一些選舉 來選美國總統好不好 是不是笑死人 跟你的敵人啊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台灣人是比這麼多 這麼多中國人 南州會 所以我們境界的選舉人 都奇奇怪怪嘛 都在糟蹋這個土地嘛 他的政策怎麼糟蹋這個土地嘛 標説他不是那土地的人嘛 他的利益是 錢鐵就沒有了 就要走了嘛 那個骯髒的東西 老在台灣嘛 那就是你們自己 你們家的本事 待會你們老賣 要做那種事情 我怕孫子還要住在這裡呢 那就是他是 純領者才不會幫你保守來 再幫你糟蹋啦 立場都不一樣怎麼會有民主 哪裡來的民主啊 混在一起選總統 國歌好笑對不對 歐巴馬你在搞什麼東西啊 你知道這中華民國流氧體系 做一個更扯的事情 他爭兵爭到誰 爭到美國人耶 爭到美國人耶 美國人去當中華民國兵耶 歐巴馬你怎麼知道啊 今天不用說美國人 說我們台灣人就好了 幫助台灣人從支那的系統走出來 這是我們台灣人真正的名字 在St. Rangel Peace Treaty裡面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這意思是什麼 所有的條約 如果有爭議 最後是以英文版為主 英文版上面 我們的名字叫什麼 你知道嗎 有出來嗎 Formosa跟Pescadores 你如果說台灣都有歸氣 中華民國人做的 Fomosa嘛 我們就Fomosa嘛 如果說這個 中國人沒辦法做Fomosa 你們有中國來的時候 怎麼可以變這樣 我們在地的 很清楚的 已經畫得很清楚了 再說一下 這個 這部分是台灣人比較欠的 但是我時間 優含 我要怎麼說 來 直接跳 你們去補我過去 在網路上的影片好了 這樣比較快 這都種族滅絕 大家人還沒生氣 你們真的滅掉了 想說自己是中國人 你現在的紀元 後來的都跟人滅 什麼種族滅絕 以前中國人 中國對西藏做什麼事情 他大量的中國人 都在西藏跟他滅 滅到西藏 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中國跟他滅 所以 打來的人也會被人走 走在哪裡 印度 帶一條 對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流種 流他的症 還不然西藏的後來 一台都沒有了 跟我們伴侶說 到底是什麼人 搞不清楚了 他還再接來的統治最快 對不對 台灣人好 就要找起來了 中國人大量 一百幾萬人來到台灣 所以過去 北部都說 不要叫外星人 不要叫中國人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知道嗎 他來自於內心裡面的一個直覺 我現在不是要說這個 你看這個 過去的大清帝國 右半邊不是他的 你看歷史 是騙到什麼程度 他說 鄭成功佔台灣 結果他的勢力範圍 就是這樣 台南 佔台南 因為以前是荷蘭的勢力 大都王國 西班牙勢力 都不一樣 現在 補一部分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時代 大日本帝國 台灣歷代總督 1895年 1945年 日本人在台灣做什麼事情 過去你們不知道 現在知道 明治28年1995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政領台三後 租稅解美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市府人法院 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一直下去 明治29年1896年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台灣總督臨時法院 第四規則 29年第三代 乃木西典 照片在這邊 華山之地 貴太郎 乃木西典 兒育園太郎 後臀辛平 那時候都是將軍 後臀辛平是行政長官 真的做事情是這個 你看就要做多少事情 就要做多少事情 要做多少事情 要做多少事情 要通知的事實在不太簡單 你看那時候開始要規劃 基隆高雄港 播多少預算 大日本帝國議會 一定要通過 他才會計劃來 就知道 久久之間 那時候 內地人農業移民事業開始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 中國人不能聽到 我們在1906年台北市 就開始做下水道 下水道 不是垃圾水本的土壇 中國人是這樣 臭毛毛 對不對 博物館開設 縱貫線全通 到1906年縱貫線已經全通了 日本人做的事情多快 1909年到1909年 我們做一個高鐵多久 第六代總督安東真美 第七代總督明昭 這些田建治長特別要講他 為什麼 這一年黃太子來台灣 他來台灣 但是台灣人有一個人很奇怪 誰會跟黃太子說 你不要來 這裡很亂 結果 這個 我們的總督 寫一堆回去給天皇 說沒有 這裡很好 台灣思想的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 很多的學生 在台灣沒有幾個人 他們是社會主義 但是不然很危險 一般人命是很好的 敢一事同仁聖恩 沒有危險 非常忠實順良 說到這個 我告訴你 以前大清帝國的眼中 看台灣人是什麼 男無情女無義 鳥不語花不相 的地方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過去的台灣人 在中國人的眼睛裡面是這樣 你聽不懂 日本時代 北部都說 很好的 我舉個例子 女孩子 貴女回去 媽媽家 回娘家 北部問說 結婚了 日子貴什麼 當媳婦 當嫁出去女兒 一定要驕傲 很好的 人都對我很好的 但是 母娘那時候 那眼睛流來 偷偷留下來 很好的 那不知得騙的 你看她眼睛 就知道 騙誰 一定是很好的 對嗎 但是你如果真的很幸福的話 一定是笑眉眉 不錯 真好 大家對我真好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是自然的 所以說 中國人看我們 跟日本人看我們不一樣 台灣人的歡喜是自然 因為你會慣 你不要慣 我當然要跟你玩 開玩笑 台灣人就是這樣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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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很享受幸福的感覺 對嗎 所以一定是 日本人管得好啊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你們有看到嗎 漂亮嗎 台灣人的 日本時代 我告訴你 裡面穿的衣服 你們穿得漂亮 男人的顏頭 男人的顏頭 留學歐美 這叫做杜聰明 1893年 杜聰明 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 杜聰明 你們有顏頭嗎 這是我們真的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 以前的日本時代 台灣人的 受日本的改善以後 教育來的小學生 932225人 1943年的統計 以達先進國家之列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日本時代 台灣人留學 有20萬人 有多嗎 這是你們同學路 你看 沿水龍沿村無錫園 你看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美國的 你看 巴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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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留學歐美 這是台灣人的 但是這地方有個奇怪 叫黃標金 讀政治 為什麼奇怪 到底做什麼 結果 找那個南京政府外交部 有幾個奇怪嗎 你日本人呢 你知道外交部 不是一般人去 可以當 夾頭路 外交部 就要對 政府非常 死定的人 所以 他那時候 日本人已經 召叛了 被叛了 被叛了 南京政府 外交部 去做夾頭路 所以後來 美國人 在台灣 問台灣人 你說你是什麼人 我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就是他說的 沒有 網路上有人跟我們批評 他個人意見 錯了 台灣人有很多人 不是個人意見 中華民國總統講話 是不是代表個人意見 沒有 歐巴馬講話 是不是個人意見 沒有 你如果做總統 做到頭的那種 你就代表出的人說話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一定有代表性啊 人家就 中立的動作 是會 真的把台灣人當成中國人 你做中國人 很好 來 你中國人很好 說北京的意義 台語不准再講了 中國人好 去做兵 所以台灣人那時候去人東 中國人之後 開始參加了 過了 三台 四台去用領地 中國人 你要做中國人這麼好啊 就照那些村子來做啊 你就要做中國人 就認真健康 所以台灣人就一樣 以前就抗日分子 我剛才說 愚虐的這種人 來 我現在看相片了 時間不夠了 這以前大清 中國人來台灣 就是 開神 開廟 求水 貪污 這幾個有啦 開神 開廟 求水 貪污 好 中國人沒有做什麼事情啊 所以大姐 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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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台灣那時候 1885年 住在皇后旅館 給你們看 那時候台灣是什麼樣的 你看 超 超廚啊 那路邊的那個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說明35歲 35歲 19歲 19歲結婚做老伯 30幾歲做阿公 再來就死了 所以你們這座各位都 除了他以外 都賺到了嘛 超過35歲都賺到了 萬歲去 這日本時代 日本人 國語都把台灣變成這樣 跟進行的差那麼多 你看 我給你看一下 相比 噴噴一下 跟在日本時代 總督府 總督府 台灣人 你看 年輕人 手牽手 牽手 牽手 我跟你說 你要同一種人才有這種 凝聚力 我們都是大日本帝國的 臣民 神明 在那麼大 沒有那種 心情上的隔閡 你知道嗎 我們同一種人 有一個土地 打拼 還有一種 現在我要說文化的文件 但是人家 過期都讓資大人文化去生 生得不知道自己是誰 文化這個東西 今天時間有限 下次再講 跳過 你看 才有這種認同感 同心 這叫同心 我們來民政武叫同心 因為我們同一種人 我們會同心 因為這個土地有一樣的意地 要把它打拼 要把它做起來 你看 日本時代受到這種教育 美術教育 你看 我剛才說美術教育 中國人跟你教 美術教育 看 你看 這人好像流氓 不是啦 大學新有半的學生 在念牌劇 牌劇 日本有一種牌劇 像日本天王每年也會在念牌劇 會寫詩 要念 咖啡 欣賞他念的文學作品 你知道嗎 好像歐洲 劍橋 劍橋 Cambridge 那些像Ivy League 長春城的學校那種划船隊 你看 上課的樣子 你看 學 Sumo 劍道 柔道 家裡生女生 就划舌 台灣的 不是日本的 女生是受這種查道的訓練 武術 你看 北裡的裁縫客 武術花藝 在日本時代 以前的橫陽路那邊 來 我們準備要看照片 來 我這邊 這些照片從這些地方來 我們給Credit給這些人 來 我們直接放影片好了 他們不看照片 時間不夠 今天時間應該夠可以過 只有少數的地方跳就好了 我會講 1895年4月17號 馬關條一切立以後 台灣歸屬我國 明治28年6月17號 執政40年的時候拍的影片 新興的台灣 總督的使政是到現在40年後 陳國斬 台灣人一直都開始講和服啊 男生 清朝以前把大清帝國那時候 把我們當作化外之地 我們是化外之民 但是改立以後 變成大日本帝國 我們變成帝國的臣民 行命 改立不到幾年的時間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致水灌溜 製水灌溉 禮藩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 改革或者軍事方面 都已經非常完備 台灣已經面目一新了 日本的通敵 都會變成了 這麼多時間做這樣 有一個理由 就是皇室一世同仁恩賜 沒有把你當作殖民地 把你當作日本的領土 這樣 台北市的夜景 夜景標示有 InfroStrike基礎建設做得好 就有電可以供應 才有夜景 霓虹燈 那都是電的 台北市 台北市 191年8月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大颱風 前所未有的颱風 中國市的防射大半毀壞 探這個機會 重新改 都市計畫 就開始進行 城內的城壁拆掉 用瓦座 保留東門 東南西北門 把保留而已 做三仙路 三仙路就是 快速道路 進橋 漫車道 就是三仙路 台北也一條河三仙路 台灣總督府 總督府 城內就是所謂的城內 城內 台北州聽 我們台灣現在六個州 六個州 每個州 每個州有州長 第一輸 我們叫第一輸 以前叫全民 現在叫第一輸 台灣軍事林寶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中央研究院 幽黎 紅色 海報 現在八幅 鋪 市民 誇り 都 誇り 鐵道局、交通局、郵政局 他的對面就是台電諸事會社 台電 一般時代都創好的 總督府的官邸 總督大的地方 那時候的建設是有規劃的 他有都市計畫、特殊的建築風格 現在是總督府運伯 往北走的話有什麼 這就是博物館 沒有人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破五罐 那現在是 在衡陽路那附近 公車 那時候台北市有騎 施工車 人車分道 這就是電腦 這邊稍微跳一點點 這鐵道旅館 台北去台北車站 台北站附近有 客人車、客人車、公車、人力車 這鐵道 他會往哪一走 他會往 魚山 魚山 頭前的中山北路 以前叫做錶餐道 錶餐道 錶餐道就是去 上面是神社 中國人的 獎索門 把他拆掉 蓋著一個原山飯店 其實這以前很漂亮 這也有萬機把他拆掉 比較是嫁人河 明治橋 台北公火燈 現在蓋著中山人、秋西人 等一下 台北市民一個人 這是博物館 這像台灣人 很悠閒 帝國的建設 注重的是生活的 放奏局 電台 為一天台記一記 榜桑 植物園 這個 商品陳列館 好 大丁鍋這樣就跳過 好 大丁鍋這樣就跳過 好 這邊跳過好了 大丁鍋 以前 窗戈 你看 去廟棋 都在那裡 稍微跳一下 稍微跳一下 阿婆 白腳 有沒有 來 再來 跳 跳 跳 現在沿著淡水河 我們會去關渡 去北斗 北斗 北斗的文章 日本人那時候 自己設立 現在還可以看到一些古蹟 北斗的文章 雖然還跳得差不多 但是 再來看 淡水高爾夫球 Link 日本時代就做 很舒適 你看 淡水高爾夫球場 日本時代就有了 來再跳一下 新鐵 新鐵 我們看做地囖的 和茶葉的部分就好了 你看 那樓上面 你看 路燈 你有知道在 茶葉 新鐵真的出名 日東紅茶 你看怎麼做 頭前是用廊缸沒有錯 再來 直接的話 出名 日本時代 一九二十年 三年 都接化了 你看 生產線 乾乾淨淨 你如果說阿嬤那時候 做那時候 就這樣 你看 趕地囖 頭髮都包得乾乾淨淨 不會髒喔 你看 做事就給什麼 日東紅茶 你看 台中 台中 是 日本人來通緝 在開新興城市 台灣 那時候 起的很漂亮 有日本風格 所以它叫 就是這樣 蠶米的台中 也是香蕉之度 你看 以前的綠川 很漂亮 你看 成為日本領土 你看 一個街道 路燈 很經濟 很漂亮 綠川柳針的清流 由柳樹的台中市 幽靜而美麗 由台灣的京都之稱 彰化銀行 台中酒的酒店 像這樣 蠻氣派的齁 台中公園 等下 技術 台中公園 那時候就這樣 已經噴水底了 那時候就是像這樣 現在去日月潭 日月潭 日月潭 10萬千瓦的電力 那時候用電都 你不能設計掉 24萬千瓦 供應 往台北 往高雄 高壓電線的傳輸 工業台灣的原動力 這叫做基礎建設 就是infrastructure 台灣最大唯一 動力供給力 出發 台南 這跳起來 這台南跳起來 這台南跳起來 台南跳起來 台南跳起來 這家技 這木材 現在要講的就是 唐葉 再來講唐葉 時間不夠 唐葉 鐵路直接到港口 名字製唐出師會社 台灣的製唐 這時候在世界第一位 僅次於古巴 印度跟爪娃 這次的地方 世界第四 因為唐葉很重要 它是 唐葉也一樣做罐桃 也一樣做煉乳 也一樣做酒精 所以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的產業 平東工廠 一個國家的文明 從它砂糖的消費量 來看 一個人吃多少的砂糖 表示利物先進 你看 那順就是這樣 你分析來就是這樣跟作 機械化 好 這邊再跳一下 我們再看那個實驗所 再跳一下 看實驗室就好了 你看 都在做實驗 一鍊酒精 有研究室你看 就不斷研究 那是日本人做的事情 就這樣 再來繼續往前跳 去高雄 去看高雄 這屋山樓水庫 這也是中藍一個農業 能夠一年三座 好 這個 東洋第一水利事業 十五萬魚吃 在大南酒 好 來跳 現在去高雄 你看以前的高雄港 是什麼樣的 都這樣 日本時代就這樣 來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沿著高雄港口 這樣看一下 沿著高雄港旁 已經很經濟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 不是日本 這是台灣 這是祭典 祭典 那時候有內地 我們內地就是日本 不要說不是中國 內地 跟台灣 固定有船隻 船班在照 都高級的船 豪華版的 內地跟台灣的航路 無法想像的豪華版航路 怎麼豪華 你看去坐船的人在穿衣 你看 你等一下你看 慢慢來 你看 這種就是高級輪船 穿那個 這個 種植棉花 拓展金融 做很多規劃 你看 這媽媽 把人家破掉 那小朋友要戴那個帽子 你看 她穿那個衣服 就知道是 好的衣服 那時候 內台 還有地下電纜 有海地 有水 無線電話 無線電話 飛機 叫班次別飛 那台無線電話 那台無線電話 那台航空 東京 歐沙卡 福岡 到台北 一天之內 就可以飛 台北 常常接 三牛 都経済 南新國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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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高少組過來 我們介紹 我們高少組 有大學 有專科 做老師 做精彩 都沒有 心無人 叫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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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前進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